十四年前 余先生对已有家世的金女士 展开热烈的追求 她非我不去 她说你不跟我我就自杀 金女士以为自己遇到了真爱 为了嫁给余先生 不惜和前夫 离了婚 我为了她 我把我家里的女儿抛弃了 跟我姐夫离婚了 但是婚后 金女士却不被婆家人接纳 和婆婆更是矛盾频发 我婆婆一咬 咬到我这个手指 我手往后一缩 把那两个牙齿拽下来了 她妈妈一个大耳王 把我的这个幼儿 耳朵打裂了 深感委屈的金女士 离家出走了 却被丈夫的一番甜言蜜语 给哄了回来 当时我跑出去 她开车追我 我老公说 我父母对你不好 我会对你很好很好 你就当我没有妈了 我好好对你 从那一次 我们生活在一起了 就是回老家了嘛 回家后的金女士以为 从此可以过上平静的生活 没想到 新的问题又出现了 在今天的节目中 金女士说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 还有外面有两个情人 这个曾经对妻子爱得死去活来的余先生 为什么轻易就变了心 她会做出喊那个的举动来对我 我自己一直在领受 我一直就特别的痛苦 金女士到底给余先生带来了什么样的痛苦 这一痛苦 能成为她背叛妻子的免死金牌吗 而为了守护家庭 金女士直接向丈夫外面的女人宣战 我就直接当口骂她 骂了你 我把你无麻烦 十多心都有 我给她站着 那你就很嚣张地睡 就说 那你过来啊 那么最终 金女士是将打赢这场爱情保卫战 还是对已经变心的丈夫彻底死心 她们的婚姻又能否继续 欢迎收看金牌调节 痴情丈夫变了心 下集 有问题来调解来调解没问题 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 人心人爱人和药业 感谢合作伙伴人和品牌 我们今天的节目现在继续进行 她洗了一双鞋垫 塞在架子上 然后我说 她从来不洗鞋不洗衣服 这是怎么洗鞋垫 我一看 我说这是手工绣的呀 我说你这鞋垫很好看的 我说哪里来的呢 她说我在网上买的 我说你找这个订单给我看就行了 她找不出订单 然后我在她短信里面 看见发了一个安慰的地址发过来给她 然后我问她 我说这地址发来干嘛呢 她说这地址是我买消防栓 人家发地址过来 我说你买消防栓 应该是你发地址给别人 怎么是你人家发地址给你呢 我又在拼多多里查 查到她手机里面 该人家买了腰果 寄到这个地址里面去了 就是这个地址 对 我记得很清楚 那价格是68块钱的腰果 到时候我很难受 我说你怎么做这种事情 为了你我离婚 把我女儿抛弃十个月丢给我妈 我说我女儿在老家 你考虑过说买一次 东西寄给我女儿吃过吗 我在生气 她就去拿了个解刀 来把这个鞋垫 当上解就在垃圾框里 鞋垫的事情就是 看她在家里带的小孩 就是在那里 在哪里看的 聊天嘛 怎么认识的 搜的 你会去搜索陌生人 什么情况下会加对方呢 无聊的时候 聊什么呢 就正常的生活吧 聊聊心里话 聊到送鞋垫 不是聊到送鞋垫 就是视频的时候 看到她在那里 绣鞋垫 我说这个鞋垫挺好看的 来不来送一双都我 她说可以啊 她不是有个小孩吗 她小孩也在边上 她就说那你 给我小孩买点 你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情况呢 你不是爱她爱得要死吗 也有原因吧 她跟我家人 产生这种矛盾 就是我们两个人 一直就沾样吵的 这些事情压到我心里 我只有我自己一个人在扛 所以你扛不住了 你需要向外宣泄 倾诉吧 她送鞋垫自女的 我叫她直接打电话 给这个女的 打电话过去 那个女的接电话 她两个吞吞吐吐的 她说你打电话干嘛呢 问你有没有起来吃饭呢 那女的回答她 就说想我了 当时我在旁边 我就直接当口骂她 骂那女的了 我说你怎么这么借的 我找到你 我对你毫无客气 我把你无麻烦 十多心都有 我给她站着 那你很嚣张地说 就说那你过来啊 所以你觉得她所说的 我跟他们的聊天非常正常 我觉得一点都不正常 不可信 对 金女士认为 丈夫和送她鞋垫的女人 关系暧昧不清 很不正常 而于先生 在网聊被妻子发现之后 主动删掉了网友的微信 看到丈夫知错能改 金女士没有把这件事 太放在心上 直到有一天 一件奇怪的事情 引起了金女士的特别关注 于先生疯狂地买苹果 这种异常行为 让金女士疑心在起 趁丈夫不注意 金女士翻查了丈夫的手机 终于她找到了 卖苹果给丈夫的那个人 我把她手机打开看 有个红包 288 我看是个女的 我知道她发微信的 得信就说 先发个图片 然后就发个小孩图片给她 然后她就认为是我老公 她说你回来了 我说 没有 明天回来 那她说 那个人呢 我说 那个人是那边 关系一般的 她会说 那个人吗 我就说 我想看你 然后她就说 她在旁边不方便 那个女的 直接把她老公的照片 发在旁边 发给她 给我看 我说 没关系 再回家 我想看你了 拍我看一下你 我就为了套她 那女的 抱了个孩子 在吃奶 直接拍了照片过来 我控制不了那种情绪 我直接打视频过去 那女的就把我拿黑了 我以为就完了 第二天 她自己开车到一个没有人的地方 我到车上去看 她在看手机 我就把她手机抢过来看 那个女的又把她拉过来 两个人又聊天了 我看了我就哭了 我说 请你不要跟她聊了好吗 我说 这么多孩子 我说 你就是有这种经济 去给别的女人这么来搞吗 你不爱我了 你就跟我说 你可以跟她过 我们两个在车里闹了两个多小时 我说请你跟她说 我们断结关系不聊了好吗 她死都不肯 我想去跳河 我逼她到这种地步 她情愿让我去死 都不情愿跟这个女 说这句话 我准备要跳河了 没办法 她看着我 受不了了 她把我拉住 最后才拿个手机 对那女的说 美女 以后我们不聊天了好吗 就是这样 到时候我还生气 对方是什么人 为什么他们会有这种联系 他给你做了解释吗 我问她 她说这女的杀老公是卖房子的 然后她刷手印 刷了很多礼物给别人 她老婆很心痛 然后我就去安慰她 我可怜她老婆 到时候我就哭着对她说 你看你老婆在旁边哭 你就不安慰我吗 别人是女人 我就不是女人吗 我也需要爱啊 我也需要后悔啊 我在旁边哭着 哭死哭活 她刷她的抖音 她不管我的事 余先生你 也是刚删完小孩 她感觉到是有一种 那种抑郁吧 她说她老公怎么对她吧 所以你真的是 为了安慰人家 开始就这么想的 前面她已经发现了 后面你还继续坐在车上聊 不是我家的 是对方嫁进来的 你可以拉黑啊 我也跟我老婆说了 我把她删了就没有聊了 你自己认可你自己这个行为吗 对 没有其他项目 如果是正常的话 对话要那么隐晦吗 还要关心对方老公在不在 关心对方老婆在不在 就怕误会吧 如果一切都是坦荡的 有什么可误会呢 这是我 我确实 面对主持人的质疑 于先生无言以对 很明显 她和这个卖苹果的女人 关系并不简单 而金女士怎么也没想到 丈夫居然会再次犯错 这个时候 她才意识到 这个口口声声说爱她的丈夫 是真的变了心 这让她非常受伤 一度想要轻生 看到妻子寻死密活 于先生向妻子做出了保证 这个聊天啊 彻底地改掉 从今以后不聊这种东西 对我说我会改好 他说呢 我好好对你 他对我的生活态度 一个360度的转变 随后的一段日子里 于先生收获了那颗 在外游荡的心 在生活中对妻子疼爱有加 然而没过多久 一条突然跳出来的微信 让他惊觉 丈夫对他所有的疼爱 都只是烟雾蛋 因为丈夫在跟他玩灯下黑 反应过来的金女士 集中生事 将计就计 跟丈夫玩起了谍中谍 那么这场斗智斗勇的战争 谁会是最终的赢家呢 有时他拿我的手机去摇了一个人 我不知道 然后我怎么知道呢 你知道吗 小孩在上网课 那我的微信不是夹在电脑里 我看见一个 跳出来了 看见一个不可思议的视频 很不文明的 我就吓了一跳 然后我就一点 原来是他在拿我的手机 给别人聊的天 我的手机他塞除了 但是电脑没塞掉 然后我在在他的手机里 去搜这个人的时候 他的手机就有了这个人 他用自己的号去加了 他手机也有同一个人 第二天我就在我手机里面 骂这个女的 骂得很难听 突然来了个声音说 我是个男的 是男的 对 原来是个男的 开始我老公跟他聊的是 暧昧的信息 我就认为他是个女的 我才去骂他的 这个事情 我也是一直在保存冷静中 我就跟这个人说 我说我家里四个孩子 负担也非常重 我说我老公在这方面 做这些事情 我实在接受不了 但是你给我做个好朋友 我谢谢你 我这老公 他跟这个男的聊 说他有几个情人 我老婆不在家 我就去找他 我老婆在家 我不敢去找 然后这男的 全部截屏给我 所以反而是 这个陌生的网友 帮你了解了 他的情况 真实情况 对 他跟这男的说 外面有两个情人 他说这女的在苏州 还有个四川梁山的 知道以后我问他 他说我只是聊聊阿姨 他说我去工地 我们家里两个工地 唱得很漂亮 那他走 我说你走吧 我就骑到地铁去追 车子停在马路边 我看他车门没关 然后我就悄悄从后面 他在跟别的女的 在视频谈话 我到车里面 我抢来 我直接打视频 骂那个女的 那女的说 你不要骂嘛 你听我解释 我凭着我替你解释 你算什么人 他说人家离婚了 人家没老公 人家有个孩子 跟我儿子一样大 所以我就跟他聊 我说我带你儿子 带上了大学管理儿子 叫轻码还轻码 你还有兴趣找别人聊天 我很不理解 余先生 为什么不直接用自己的呢 要用他的手机 去摇这些人 摇完了 然后再用自己手机架 这是为什么 他就是经常查我的手机 所以我就拿他的手机 你拿他的手机 你说你查 那也能理解 你拿他的手机 去摇一个陌生人 跟你聊天 这是干什么 加大的手机 就是假如他发现了 我就说是他的朋友 那你家的目的是什么呢 感觉到就是压力大 随便聊聊 就是减压吧 什么压力啊 他怀疑我外面有女人的情况下 他会做出 喊那个的举动来对我 就好比就是说 晚上睡觉 他会把被子削掉 冬天就不让我盖被子 睡在床上 把我身上抓得血淋淋的 就意思就是 不给别的女人看我 他就这样子 所以我一直就特别地痛苦 那是发生了什么 他会这样对你 我之前买有 他就这样对我 他就一直怀疑 无来由地怀疑 对 我自己一直在领受 后来就是 有这个微信以后呢 想就是找个人倾诉啊 金女士利用男网友 反江丈夫一军 今天才得知真相的于先生 气急败坏地 把自己的错误归咎于 妻子的疑神疑鬼 但是这一说法 遭到了金女士 毫不留情地反驳 是这样的 因为我第一次发泄他的时候 那时候是发短信 因为那时候我刚生孩子 他就给了一个 异性的人发说 我好难受 处处被妻子碾压的 于先生自知理亏 终于不再垂死挣扎 承认了自己的错误 我背叛了他 是我的不对 不应该背着我老婆 做这种事 不过此时 金女士却说 自从被他抓到出轨的把柄之后 丈夫并没有消停 相反 丈夫又耍了一招 要为自己扳回一局 大家好 我是您信赖的 好物推荐官铁峰 有心慌心悸心脚痛 胸闷气短问题的人要注意了 可能是体内缺乏腐霉Q10导致的 补充腐霉Q10能给心脏提供充足的原动力 使心脏保持在良好的运作状态 随着年龄的增长 体内腐霉Q10的含量逐渐下降 建议50G以上中老年人 适当补充腐霉Q10 这款腐霉Q10是北京同仁堂出品 品质有保障 首先是含量非常高 美丽含腐霉Q10达到42毫克 原价298元一瓶 本档快乐团品价 每瓶价需49元 您可没听错 一个月才49元 三瓶为一组 本档我们只配货200元 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跟着我一起团 这款腐霉Q10是北京同仁堂出品 品质有保障 首先是含量非常高 每粒的规格是0.4克 每粒含腐霉Q10达到了42毫克 一天一粒就完全够用了 而且这个腐霉Q10做的是软胶囊技型 属于小蓝帽 好用易吸收 被称为心脏加油站 本档福利价格一个月才49元 北京同仁堂大品牌的腐霉Q10软胶囊 原价298元一瓶 本档团品价 每瓶一个月用量仅需49元 您没听错 一个月才49元 三瓶为一组只限200组 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跟着我一起团 不是唾手可得的意外制裁 而是只可悬于头顶的高危地坚 家人般的嘘寒问暖 未必有家人般的真情实义 嘴上风险越低 脚下陷阱越腻 守住钱袋子拒绝高利诱惑 护好幸福家 警惕非法集资 金牌调解温馨提醒 调解护小家 王妃靠大家 去年我做了个喉咙吸肉的手术 住院来家四天 然后人家推进了个微信给我 我没打开看 我也没注意我睡着了 他自己去打开看 他自己去跟人家聊 聊了半天 人家叫说到小区下面去吃夜宵 这个事情我都不知道 后来他咬我醒来 他说这拿的叫你去吃夜宵 我都磨咪奇妙的 做喉咙吸肉就不能吵 不能闹的 他就从差不多十二点 给我吵到了半夜三点多 难道我说我做个喉咙吸肉 你都不放过我 我还能干嘛 他拿你的手机 用你的身份跟别人聊 对 那聊的那个对象是谁 你知道吗 我不知道 是人家推荐进来的 我没接受 是他接受的 人家来打招呼 他也坏在我身上 明白 怎么都找我身上的事 这样做是为什么呀 余先生 这一切是你自己在发生的 然后完了 你来找他的麻烦 我没搞明白 开始是他自己加进来的 是人家发的 问他睡了吗 有下来吃夜宵 我就有怀疑 我说这么晚了 怎么会有人叫你去吃夜宵的 他就不高兴了 我看到那个短信过急了 你一直在这种事情上 对他有看法吗 就那一天 就这么一个偶发事件 是 然后你就没有顾他的身体状况 我也顾了 我也劝过他 我说你不要着急 但是我在乎他 我今年做了个审树 也是他明明知道我去住院了 他也不管不问 做了个拳 要人抬 抬的 他没来 自食之下 后来下午才来 全部是我阿姨照顾 后来出院 因为开刀的是右手 又不能当时也不能抬 这样就十来公分 然后我自己天天这样子 慢慢牵一两个小时烧饭给他吃 一直烧到现在 他没烧 他从来不管不问你说 刀口好了一点没有 所以他现在给我 可口声声说 我很爱你 我不知道什么叫爱 今天住的叔叔是这样子的 早上我问他的 我说要不要我跟你一起去 他说不需要小叔叔 我也没想到他上午就叔叔了 我想没这么快 上午有几个工龄站的干活 我要去安排 我就跟他说 我说我把事情安排好了 我下午过来陪你 是这样子的 出院以后 出院以后 我一直买那个黑鱼 煮给他吃 头几天 他说都他自己来吗 带着伤口 开始几天都是我 恢复的后面就是一天 就只有那一天没照顾他 对 就那一天 他在摇头 我不想听你说这么虚伪的话 做了这个手术 还有去年做了喉咙吸肉 今天我摔了一跤 住院这么多次 你没有认真照顾过我 你就很忽略我 难我搭二百五 你如果到今天 你还在这里说这个话的话 对不起 我不会跟你睡活了 你先冷静一下 我是无聊你这样说话 我没有 对就是对 错就是对 你想一想 我工地上确实是忙 我自己都在干活了 我现在感觉他一点都不爱我 从来不跟你沟通 回家来坐在沙发上 刷抖音 吃饭刷抖音 洗澡刷抖音 那里面的美女漂亮 我觉得这种生活我承受不了 我进了这个家 我没有过回一天好日子 想从这个里面解脱了 对 在金女士看来 丈夫在感情上一次次背叛她 在生活中对她漠不关心 这让她非常失望 在手术恢复之后 金女士再次离家出走了 她想要和丈夫离婚 可让她憋屈的是 每次她要离婚 周围人都会劝她别离 因为丈夫在外人面前 总是呈现出一个好丈夫的形象 甚至连大姑子都在电话连线中表示 弟弟对弟媳忠贞不二 弟弟和异性的交往 这些方面你们了解吗 我觉得不太可能 因为我弟弟把他捧到手上怕掉了 朝到嘴里怕祸了 姐姐第一反应是不可能啊 我弟弟爱他爱的那样 之前我确实是这样子的一个人 所以后续发生了变化 他们也不了解 不了解 听到这里 观传人刘峰已经对于先生的所作所为 忍无可忍 他拿起话筒 直指于先生不负责任 男方看清楚 你自己身上的毛病和弱点 不要去伤害他 因为当初你那么的义无反顾 要娶他 你爸妈是反对的 你姐姐是反对的 你硬要娶 你娶了不要负责任 聊那么多骚干嘛 一个男人跟外面的女人讲什么痛苦 男人碰到伤就是自己疗伤 找什么女人疗伤 扯淡 如果说你现在看他身上 没有了当初你爱的那些要素的话 是因为你的原因 是因为你家人的原因 他如果不强悍 他就觉得保护不了自己 而不是他骨子里就愿意做一个强悍的女人 所以你得去反思你自己的问题 自己选的路 位置也要走 你没有考虑到这一点的话 你的对外面撩骚的那些不负责任的行为 将会永远持续下去 不会停下来的 所以看清楚自己人性中最真实的东西 所有的那些信誓旦旦的痛改前非 永远敌不过骨子里的本性 你要考虑清楚 你不要为了留住他轻而易举地去答应 我能做到什么 我能做到什么 结果又做不到 那对你的女人来讲将是更大的伤害 除非你真的是刻骨铭心去改变 其实对金女士来说 第一个你生了三个孩子 第二个 你当初选择她的时候是奋不顾身 所以你无路可退 你对这段婚姻我感觉很增长 拿不起放不下 什么叫拿不起呢 因为她对你不闻不问 你说到住院的时候 放不下呢 其实你想跟她好 但是你又斗不过她 我觉得挺悲哀的 你是奋不顾身地争 你要先跟你的婆婆去争 还要跟她姐姐去争 还要跟那些手工绣鞋垫的 什么卖苹果的去争 这简直是太累了 你哪争得过呢 你身边的这个男人呢 暖心 知心 当然也花心 最开始的时候 对你很暖呢 你做这个生意的时候 做哇鸡生意的时候 你对她的评价是 她很懂这个生意 而且她很愿意帮你 她多知心呢 而且她为了爱你 她可以去跳楼 孩子被撞 她都奋不顾身地去找你 她的奋不顾身 就换来了你的奋不顾身 但是她可能不只 对这一个女人奋不顾身 她也是花心 她是这样一个人 你没有认清楚 两个条件都没有阻碍到你 一个是你还未离婚 还有一个她妈妈反对 反对到什么程度 她打你的耳光 就这都没有阻拦住你 你对她爱是什么呢 死去活来 你感觉到 哎呀 我终于找到了爱你的人 你啊 心里面是真缺啊 缺什么 缺爱 飞蛾扑火 现在我感觉 你是悔恨莫及啊 所以她不是一个 真正成熟的人 真正成熟的人 她真正爱你的话 应该能够处理好 跟妈妈的关系 跟姐姐的关系 跟周边女人的关系 她没有什么边界感 很容易跟这个女孩就黏上了 余先生 你要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 你们的关系真的很危险 可能真的最后就死去活来 你做人呢 你要讲点良心 我希望你能够对她 真心一点 就是你一开始还真的是为她 会跟你家里面的人对抗 非常清晰地给她一个态度 这个很安慰人 但是到后面那么多事情 你当初真的爱她吗 你分得清楚她的哪个位置吗 所以你说现在金女士多恨你吗 不如说她有多恨 现在的生活的现状 狼狈不堪啊 她也跟你在一起 这些事情怎么解释 她不跟你在一起 她的生活如何面对 你可能是有一个阶段 智得意满 想追的人追到了 跳两下楼就追到了 你还选择是二楼 是二楼跳的吧 想挣的钱还挣到了一点 从你一下买那么多苹果 还是有点钱 智得意满 人就开始飘 就会狂 怕不读就要停 我建议你 你就是下定了决心 想好好对她 从此就好好对你 真做不到 你就别输 与其做一个假假的好人 不如做一个真真的坏人 伪善多累啊 表演多虚啊 这个女人现在她也有笨的地方 但是真是被你感动 我哗啦哗啦给你生孩子 还要带好你的前面的孩子 一片真诚 请你珍惜啊 好不好 这个这个啊 自己想好 老师们 得跟你们在密室里细谈一下 好不好 调解团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多沟通 她回来她不跟你沟通 金女士表示 如果不离婚 丈夫必须答应两个条件 一是要坚决杜绝情感背叛 二是要多和妻儿沟通 多关心妻儿 那么于先生能答应吗 就是你这个条件 这件事不能发生 认错 做错了就是承认 今年就没有 就是这都是去年的事情 说实在话 确实没有 今天不是这样做了是吧 对 你来多关心她 不关心的时候 就是在伤害她 就是行动 你老婆喜欢什么 你带点小礼物给她 女人嘛 都喜欢点惊喜的 对啊 或者你老婆 有时候说了 家里没什么东西了 你突然去买了 他觉得你是关心家庭 于先生表示 不会再背叛妻子 妙宏涛希望于先生 多用实际行动 去修复夫妻感情 弥补妻子 挽回妻子的心 那么于先生能做到吗 随后观察员廖启玉 来到于先生身边 就婆媳关系 他提了一个要求 你也从中要去协调好 老婆跟你妈妈的关系 你姐姐的关系 要协调好 做得到吗 做得好 于先生承诺 会从中去协调好 妻子和大家庭的关系 而对于和婆家的关系 妙宏涛建议金女士 和婆家保持一定的距离 减少矛盾 就是过年过节回去一下 不需要走得太近 我也是很尊重她 和她妈妈 金女士表示 会给予婆家人 基本的尊重 不过 在密室快结束的时候 金女士又提出了一个要求 我希望我们在结束之前 给她儿子打个电话 那你们问一下我对她怎么样 还有奶奶家里的关系 免得别人误会 密室结束回到现场后 调解员胡建云 拨通了于先生和前妻的孩子 也就是大儿子的电话 那么对于金女士这个后妈 大儿子会是什么看法呢 最终金女士和余先生的婚姻 能否继续 大家好 体内辅助于是否则 体内辅导的含量逐渐下降 建议50级以上中老年人 适当补充浮梅Q10 这款浮梅Q10是北京同仁堂出品 品质有保障 首先是含量非常高 美丽含浮梅Q10达到42毫克 原价298元一瓶 本档快乐团品价 每瓶几需49元 您可没听错 一个月才49元 三瓶为一组 本大我们只配货200元 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跟着我一起团 这款浮梅Q10是北京同仁堂出品 品质有保障 首先是含量非常高 美丽的规格是0.4克 每粒含浮梅Q10达到了42毫克 一天一粒就完全够用了 而且这个浮梅Q10做的是软胶囊技型 属于小蓝帽 好用易吸收 被称为心脏加油站 本档福利价格一个月才49元 北京同仁堂大品牌的浮梅Q10软胶囊 原价298元一瓶 本档团品价每瓶一个月用量 仅需49元 您没听错 一个月才49元 三瓶为一组 只限200组 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跟着我一起团 金牌新装上阵 幸福整装待发 金牌调解又要招募观察员了 只要你热爱调解 不要犹豫 赶快加入我们吧 和我们一起成为幸福的播种者 扫描下面的二维码 快快报名 你好 我们是金牌调解 你对妈妈的评价怎么样 很好啊 身为一个母亲 她很负责 有时候负责 好像严格一点 奶奶会心疼你 你觉得妈妈这个做法怎样 旺子成龙嘛 严格一点是好的呀 现在大人知道 她的良苦用心那样 是这样的 现在我们调解的接近尾声了 他们很希望你能听到他们现在调解之后的想法 等一下你听一听 好不好 来 余先生你就先表达吧 老婆 对不起 之前我做了那么多事 请你原谅我 从今以后 我再不会能做这种愚蠢的事 我向你保证 如果还有这种事情发生 我可以尽情出户 好 从今以后我做我丈夫的责任 父亲的责任 好 老婆 重新嫁我一次好吗 老公 我相信你是个好老公 我需要你的呵护 我也需要爱 我会原谅你 过去的事情 我以后不会再提 我希望你好好的爱我和孩子 爱这个家 好的 我能做到 谢谢老公 这是你对我的表白 吃一吃一吃 我相信我老公 给我们一个温暖的家 给我孩子一个好的榜样 谢谢各位老师 好 问一下孩子听到没有 让孩子说两句 孩子你好 妈 我和爸爸和好 你开心吗 开心啊 开心啊 儿子你爱妈妈吗 哎呀 哪有儿子不爱母亲的 说得好 好 我相信我们两个最好 好吧 好 现在爸爸理解了我 现在就给爸爸回家 你们买到车包了跟我说一下 我给你们煮点饭 哎呦 好的 好 回家 好 再见 再见 节目的最后 余先生用精心准备的礼物 表达了自己的愧疚和对妻子的爱 相信这次余先生是诚心改错 金女士决定再给丈夫一次机会 经过这场调节 希望余先生能够明白 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选择负责 既然当初选择了和金女士结婚 就要承担起相应的责任 就要和妻子一起面对婆媳问题 一起踏过婚姻路上的荆棘 而不是逃避现实 更不该另寻情感的出口 希望今后 余先生能够与妻子携手共进 一同守护好这个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